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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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电子报 潘老师告诉大家 我曾经在健康同学会里面提过 美国的西方医学的领导者 最近也在开始了解 我们东方人使用这些按摩跟针灸 到底对于这些下背痛 有没有什么帮助 很有趣的就是华盛顿大学 在西雅图非常有名的一所大学 那么家庭医学科跟健康服务学系 的一个查经博士 在最新一期的内科医学会期刊里面 发表了一篇研究 他找了401位有慢性背痛的民众 来利用所谓的按摩 以及一般照护治疗 那现在我们所讲的一般照护治疗 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常规治疗 包括使用止痛药 包括使用物理治疗 包括使用另外一个叫做 叫做控制组完全不治疗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做一个比较 看看这个按摩 到底对这个慢性背痛 有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么十周以后发现 这个有按摩的这个民众 将近62到65%的人 症状有达到缓解 而且改善 那么如果接受一般照护的人 大概有38%有改善 我想如果没有任何照护的话 当然没什么改善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不过一般来讲 我们所谓的这个背痛 可以分成上背痛跟下背痛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这个橘色的部分是表示上背的位置 从哪里开始呢 从肩胛骨的下缘 往上延伸到肩膀两侧 这些橘色的范围都叫上背位置 可是真正疼痛的时候 不是疼痛在所有的 是疼痛在这红色的位置 你可以发现说你疼痛的时候 可以从这个下肩胛骨疼痛 到这个脊椎两侧 甚至肩膀两侧 都会非常的疼痛 那么像这种疼痛呢 主要发生的原因 包括第一种叫姿势不良 比如说你这个打电脑的时候 肩膀的姿势不对 或者颈部长期呢 前驱 前驱看着这个电脑 因为我们健康同学 就会讲过很多遍 那么另外一种 其实你姿势非常标准 就标准 但是呢 时间维持过长 叫overuse 过度使用 那么这样都可以使得 你的这个肩颈产生酸痛 也就是上背发生疼痛 当然如果说你手背 撕力不当搬重物 造成所谓的肌腱炎 或者是说你颈椎已经错位 那么造成这个情况 当然这也可以引起上背疼痛 所以简单讲 上背疼痛就分为 大概这三种情况 那么另外像下背疼痛呢 又更多人 下背疼痛你可以看到呢 它可以是因为突然间搬重物 外伤或者突然过度肌肉 伸直造成的拉伤 那么当然包括椎间盘突出 椎间管狭窄 包括肿瘤都有可能了 那么像代谢疾病里面 骨质疏松症 也可以造成下背痛 那么还有一些发炎 比如说你肾脏发炎 塑尿管结石 色护腺发炎 都有可能造成 所谓的这个下背痛 下背痛产生的原因呢 因为我们的脊椎 在这个腰椎的第四第五节 跟所谓的这个间椎 第一节这中间呢 受力最大 所以因此呢最容易在这个地方呢 产生下背痛的症状 美国人看看 总共有80%的人 一辈子曾经发生过背痛的经验 我相信台湾也不遑多让 而且复发率高达60% 每一年花在光是治疗背痛呢 在美国就要花台币600亿 台湾呢大概也估计过 也要花30亿的钱呢 在这个背痛的部分 那么在美国也很有趣 在美国呢 他这次做的实验呢 也是做按摩 做十次刚讲 十周每周一次的按摩 那么他的按摩的价钱呢 很有趣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他一次按摩的钱 是美金54块钱 所以十次总共花了 台币16000多块钱 我不晓得 我在台湾很少按摩 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按摩的钱贵不贵 不过呢 在这个按摩知道有效之后呢 我们保健师很认真的 又去看以前的研究 发现在2009年呢 也是查经这位大哥呢 他很有趣 他在2009年呢 也做了一个研究是说呢 慢性背痛的人呢 用这个针灸有没有效果 结果他这次做八星期的实验 找了638位呢 那么慢性背痛的病人呢 就发现了 这个有针灸的人 有60%觉得有改善 那个没有针灸的人 只有39%有改善 所以显然 我们东方人的这个针灸 跟这个按摩呢 确实是可以让这种 慢性背痛的人 症状有改善 我相信李医师听了 一定很高兴 那么大概我们慢性背痛的人呢 就是你产生急性背痛之后呢 大概有10%的人 会转成慢性背痛 所以慢性背痛的意思就是说呢 大概疼痛超过三个月 那么通常来讲 你可以去哪里看呢 可以去骨科 可以去神经内科 可以去神经外科 也可以去复健科 那么病人通常在四科游走 那么当然也有些慢性背痛的人 不愿意吃止痛就要认为 吃了止痛会伤肾伤肝等等的 所以因此呢 就会去找寻其他的替代疗法 那么在找寻替代疗法里面 最常用的就是针灸按摩 当然也有心理智商 因为心理智商本身呢 也是可以对于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安慰呢 是很有帮助的 不过呢 保健是要提醒大家说呢 真正的慢性背痛 除了可以用这个按摩跟针灸之外呢 你可以使用热敷 不是急性期 慢性期用热敷呢 增加局部血液的循环 来帮助肌肉放松 而且你最重要是矫正你的不当知识 或者你的习惯 使得这个疼痛的症状能够缓解 那么再来就是呢 逐步强化你各个部位的肌肉 增加它的耐力跟肌力呢 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你被痛的情况 让你能够重建不痛的人生 潘老师 不痛人生 按摩真的 十次差不多一万六 你把它拆成一次到一千六 少说也要一千块一次 你说台湾是不是 对啊 我换算起来美国还是稍贵一点 但是不晓得美国的一截是多急 对多时间 问题在这里 美国的人工这么贵 一截搞不好是 十分钟 也搞不好 说不定是十分 是三十分嘛 对 台湾是差不多什么 五十分还是四十分钟 对四十五 一小时都不等啦 对 而且美国不是都要流行给小费吗 搞不好他还要塞进小费 总之是贵的 你知道吗 在美国的这种所谓传统医药的这种医生 在美国非常抢手 要拿指教的 对要拿指教 我在留学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东方人 那么去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都是有医师执照的 但是后来他们就不走西医师 他们就走这个 就转成了呀 转这个所谓的这种 治疗这种所谓的针灸啦 或者是用按摩的 房子买了好几栋 对对对 都跟我讲说 反正说你来的时候 直接到我们家来住就可以了 这样子 就本来出国是要念药学博士 生化博士 结果呢 回来跟妈说 妈 我得了按摩博士 变成按摩博士了 那还要出国留学干嘛 后面再附加说 因为我这样子钱赚的会比较多 对 但是我跟你说 有一类的人 他也很需要按摩的 他也是常常被痛 但是结果按摩不剩 以及这个拔罐不剩 而造成了意外 最近这个名人叫琪琪 对 琪琪 我们来看今天的健康大头条 好 我们来看一下琪琪的拔罐 拔到灼伤 那也这样 我们看到 因为他工作真的非常的忙碌 身体疲惫 之前在北京住家 进行拔罐疗程 保健室呢 不慎把这个酒精打翻了 酒精全部撒在琪琪的左肩 接着呢 你看经过肩颈流到他的脸部 全身烧伤面积是8% 脸部的烧伤面积占全脸 哇 四百分之六十 深二度的烫伤 目前已经顺利度过了烧伤 诊治的前七十二小时 复原期预估呢 至少要三个月到半年之间 这时间还蛮久的 苏琪 我问你 这个大明星怎么会拔罐拔伤 脸部都还灼伤了 对 第一时间听到这个讯息 大家还是觉得 这也太扯了 他是跑到哪里去拔 后来才发现不是 在家里 对 他在家里 其实如果大家去过北京 就发现他们有两个 他们常常会请按摩师 到家里来服务 因为他们事实上 外送到家里其实并不贵 所以很多人都会这样叫 尤其是如果他是习惯某些人的服务 那据说他这一次的情况是 这个人其实之前 已经帮他做过这样的服务 那他这次来的时候 他就带了十个这种拔罐用的杯子 那十个杯子里面 其中有一个呢 装了什么 装了酒精 那可能他拔 弄到第十个的时候 他忘记酒精就在这里面了 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杯子 往他的左肩上一扣 一扣这个时候 整个酒精流得满头 满背都是 所以这个时候点火 一找整个就烧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他这个把它叫做火罐 其实待会那个李嘉雄医生 可以跟大家解释 现在大家其实还蛮流行 拔火罐的 很多明星很信这一套 超信的 我印象中之前 有一次就遇到一个也是 股市据说他也算是投资的名人 那个人他据说他真的 因为可能要看股或干嘛 肩颈酸痛 因为你们天天这样看 尤其现在上下坡 一天到晚早上就开始大怒神 大家都会很紧张 这个大怒神一紧张 晚上想说要来协调一下身心 所以他也会去做 可是他每次都称他的拔罐叫什么 叫做排毒 因为他的拔罐会配合放血 他就是他们通常拔的时候 会拖一个洞对不对 然后再拔 那这个时候因为真空 那个血就会从拔罐 那个地方流出来 就叫放血 然后他超信了他怎么说 他说我告诉你 我每次放血治疗的时候 我那流出来的血都是黑色的 表示我那血里面有很多毒 很脏 然后到后来他就会变成红色 这表示我的身体 整个状况就好了 所以这放血对我真的好像有效 他超信这一套 而且他就觉得每次放血之后 整个神清气爽 是不是他赚的钱是黑心钱 我也是觉得说不定是 周慧元那个骗很大 对啊 而且不止他信这一套 我记得像思琴那个艺人什么谁 那个Nono哥 他好像他们偶尔都会去做 这种放血治疗 就是配合拔罐 因为以西医来讲 其实在欧洲的中世纪 是蛮流行放血的 但是后来证实说 那个都是没有 没有科学根据的 如果在中医来讲 这个拔罐是传统的 中医的一种疗法 对不对 那医师这个拔罐 像琴琴这样危险的 多吗 还是说 他使用的这种火罐比较危险 这个火罐 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拔罐的种类 好 那一般来讲 都会排气方法来分类 那火罐呢 就是琴琴用的这种 利用燃烧罐中的空气 造成负压 然后来拔罐 那水罐是利用主肺的热脏 的原理造成负压 那我今天介绍的是 比较安全的 比较现代的 机械式的抽气罐 水罐是怎么 把水罐在那个里面 煮沸 热脏冷缩的原理 对 热脏冷缩的原理造负 有一些压力在里面 那现在这两个在台湾 基本上 刚刚我们听到君姐讲 事实上用的并不是很多 真的 因为台湾基本上 大家可能比大陆进步了一些 那早期20年前的水罐 火罐很多 那在我们的观念上 各位要了解就是说 在古时候放血这个东西 事实上有它的效果 因为在像唐书里面 就提到唐高中头痛 就秦明赫在他头顶上放血 那那时候 那个武则天还在后面 说大胆 敢在万岁爷子方动土 那唐高中头很痛 还是放了 有效 但十天后他还是过世了 还是中度过世了 那这个中国人讲说 痛下争辩 一争见血 立竿见义 那叫对症来症的 那至于说拔罐以后 他血出来粘稠度的高 确实事实上有他可能 静脉比较差 俊耀你有拔过罐吗 我拔罐放血 像明星这样 我都做过 放血 真的喔 对对对 但是我放血只是放过一次 因为我觉得没有效 我就不再去放了 这样子 但是拔罐我就 不能说经常 如果以这个按摩跟拔罐来讲的话 我按摩大概有十次的话 其中我有一次是拔罐 那是为什么要去拔罐 腰痠背痛还是这样 对 就是腰痠背痛 真的 因为以前的这个我们的 因为尤其是打球的关系 运动的关系 我们的腰特别容易酸 那打完球的时候 在大陆最流行的就是去按脚 不然的话就是去拔罐 去按摩推拿 那所以呢 刚刚这个李医师讲的 那个火罐跟那个机械式的 一开始我们找进去的时候 都是把火罐 火罐还会烧到你 他不是 其实他不是就用酒精这样烧而已 其实他是在 要把你那个里面的空气里面 对 是把空气烧掉 你知道吗 但是有时候烧一段 那个火星会烫到你知道吗 烫到体肤 酒精火星 哎呦 这样子看到就哎呦 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们都指定说 你一定要用机械式的 所以他们才去买机械式的 来就应付这些台商 就是都是台商 台商大部分都指定要用机械式 就我们促试大一进步了 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 齐勤它很落伍 应该不会 还是很自由的方法 因为现在很少在用火烧的 对 可是其实即使是台湾 还是偶尔会有 我印象中 偶尔会有啦 这几年 大概陆续有出现过至少两起 其实是类似他的事件 但没这么扯 因为这个是整个等于是酒精 给他倒在他的办法 可是之前就是有另外一粒 是因为他也是拔火罐 然后他疑似拔太久 所以整个拔罐的地方 就变成一颗一颗水泡 你知道吗 因为太烫了 就一颗一颗水泡 我感觉很可憐 感觉刺青 对 以后一出去都八桶 就很惨 八桶而已 我上次拔大概有十二桶 十二桶是相公的 哪有那么多桶的啦 当然是相公啊 不只这样子喔 其实不是这样 他还有那种小罐 这大罐对不对 大罐放在几个地方 那还有那种中罐小罐的 放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有一次我被拔到十二罐 然后趴在那边 就开始觉得有点恶心 真的啊 真的 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吞口水 然后一直去跟他对抗这样子 那一次是在我拔罐里面 最不舒服的一次 然后就觉得 刺激神经 不是这个脊椎的周围神经 因为那个刺激太强 它会触到我们的自律神经 这是大肠经不是吗 如果背部 当然这是韩剧啦 但是他最主要他拔 因为他个性很强啊 所以要忍耐痛很行啊 对抗他 所以他的痛他可以忍耐 但是里面神经的痛 没办法治愈 所以他才会有恶心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我恶心之后 那个俊耀是不应该拔那么多 是不是十二个 现在那很不人道 那是什么 对不对 不人道 不是 因为我们进去四个人 四个人躺下来 全部都这样拔 然后你看到其他人都这样拔 好吧那你去试试看 所以大家都 所以大家都在那边忍耐 大家都这样拔 但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他可能比较没感觉 他可能比较老经验这样 他就OK 那我那时候比较年轻的 才二三十岁而已 就觉得 会恶心 就恶心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可不可以停止 我起来还没办法起来 还没办法爬起来 因为什么 你一起来的时候 因为你的全身都被那个罐 押住了 就是有一个压力在那个地方 人家是晕震 也是晕震 晕震 真的 全身没办法动 然后我一直拍 我就说 拔掉 那后来呢 你拔罐了以后 是不是觉得就 腰不酸 背不痛了呢 全身都还在酸痛 更痛 可是 刚下会 可是隔天就好一点 因为我发现在对抗它 全身的肌肉是 是没有受止的 是没效的 还不如按摩呢 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真的很幸运 就是你还有醒过来 没有醒过来的 之前其实有一个案例是 他们现在除了给医生用上 有些民众他会自作聪明 买所谓的拔罐机 对 很多人会去买 因为他说我就在家拔罐机 然后我就按图所记 我自己觉得哪里痛 我就拔了哪里 后来之前就有一个老太太 就是儿子孝顺 买了那个拔罐机给他 他就在家拔 结果在家拔完 就可能一世不舒服 可是他起来就整个昏厥过去 综艺救好久 你知道吗 所以这真的 他应该是拔错的地方 我想说 所以要怎么样 安全的拔罐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来继续讨论 安全怎么拔罐 欢迎回到 午期健康同学会 安德你知道吗 其实拔罐 据了解 现在已经是很多人 家庭保健方法之一了 真的 那大家要学好方法 比如像期间 烧起来那不得了 但是很多艺人 也是趋之若鹜 当然 就艺人都留下了茜影 就是他们背上 都一个红红红的罐子 我跟你讲 虽然说 底下都留出来 有爱观瞻 但是你觉得有效的话 你还是会去 对 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他们拔罐的一些心情 或是一个方法 到底是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小病小痛的万灵 但是真的拔罐 就可以把他这个解除了 那么中外明星 风拔罐 我们看到 大S他在2010年 就去年时候 9月他的右手受伤 他用 他拔火罐来治疗 但伤势呢 你看 没起色 但是拔不对 你看右边就是他 这样拔成这一样 其实他真的会 留下很多的印子 彭佳佳你看 他是因为拍戏来中暑 中暑之后 他有热感冒 热感冒再加上 他肠胃不适 其实热感冒 经常会引起肠胃不适 我也是 然后他就用拔罐来治疗 素肠不适 可是看起来 好像被鞭形 对 整个背都这样红红的 被鞭形打过这样子 所以说 彭佳佳也是拔罐的 问李医生 我插一句话 李医生这样是不是 把他失败了 你看那个彭佳佳的 整个背都是红的 基本上 我非常反对 这种不太人道 虽然好像 有效果的治疗 因为科学一直进步 所以事实上 从内经里面 他们强调一个 简单的观念 针灸的针 可以死活人 不可以活死人 所以不可不胜 所以即使是一个拔罐 即使是一个 这么很简单的一个器具 大家可以用的 还是要谨慎 而且这个我在想 他应该不是只有拔罐吧 他可能还有刮沙吧 一定有 这才会变成这么的 对 可能也刮了一下 因为我以前有个刮沙 刮沙也是这样 现在都比较进步 就是说 他有的会把 像一些台北 一些高雄这些 他把精油涂过以后 在上面拔罐 他们叫做滑罐 滑罐 那他这个 就是说我们在挤的时候 比如说他现在拉的时候 他是用全部力量 是正常拔罐 但是如果滑罐的话 他可能只有四分地五分地 不要让他吸太紧 然后他可以滑得走 那这滑得走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在背部走的时候 你可以发觉很有趣 他这背部的筋脉 它是从头 眼睛一直往下走到脚 所以叫膀胱筋脉 那膀胱筋脉 古时候中文人讲 补跟蟹 补是什么 就是肤气慢慢地动作 顺着筋脉 他有污就是补 蟹就是很急速 逆着筋脉 然后快速的 他就是蟹 所以一般来讲 滑罐在补的时候 他从上面 慢慢慢慢滑下来 那蟹的话 他会 所以这些他刺上 那滑罐比一般的 还更有效吗 滑罐现在在 比较来讲 在台湾还蛮流行的 因为它比较柔和 而且那淤子 不会那么淤子 这淤子有时候对人来讲 还是照镜子 还是蛮恐怖的 对啊 有时候我们夏天看捷运 大家穿那种 比较漏的装 就看到女生 背部这样一个圆圆 也是有点怪 还有就是游泳的时候 穿泳装 对 就看得出来了 那还有谁呢 其实除了说 大家可能以为说 这是老艺人 才会喜欢这个 其实也不是 就是年轻一代的艺人 还是喜欢 比如说之前林俊杰 他在开演唱会 他们演唱会之前 一定都会练舞 因为一定要跳舞 练体力 结果一练腰就痛了 腰痛的一样 他也是选择去拔罐 而且他那个时候一次 比你再少一个而已 他拔十一个 而且我觉得 大家可以注意看 他还有配合放血 他们真的常常 配合放血治疗 对 他们觉得说 这样他那个腰伤 腰痛可以迅速 把那累积在那里 淤血弄出来 可能去淤之后 活血化淤 可能整个就会好 可是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真的 这样子配合放血 跟拔这么多关 真的对于说 跳舞练舞 造成腰痛会好吗 我在想那不会贫血吗 应该 贫血不会吗 那个放血没有放那么多 一点点 一般在内经 我讲内经 内经它吃药痛篇 就是有个瘸病 这些篇章里面 有提到几个观念 他说腰痛 他要看筋脉哪里 但他不是在这个地方放 他放血是在下面这地方 譬如说 我们这手 这有个河骨穴 河骨 脚它有个蓝骨穴 所以蓝蓝 三骨的骨 那一般来讲 蓝骨穴最有效的是 一般就是早期一些 心脏病 还没有危险发作 胸痛 它放有效 所以我们不能说 这种放血 一般人放血 放血它还是要 就是诊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简单就是说 大S那个问题 它直接在右手拔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 一个观念就是说 你有时候是右手痛 但是要在左手下针 你有时候是头痛 要在脚下针 它这个中国医学 它的筋脉 有它一定的道理 对 您说这个就真的 为什么说这 大家不要自作聪明 觉得痛这里就拔这里 其实这真的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之前有一例惨案 就是这样发生的 之前有一个人 因为现代人常常会有 肩颈过度酸痛的问题 因为我们长期 维持一个姿态 这边的肩颈太过的僵硬 所以会有肩颈痛 甚至头痛 那之前有一个人 他就想说 那既然肩颈痛 头痛 就找人家拔罐吧 那他可能是 也是满路出塞的 他就想说肩颈痛 头痛 当然在那个秘密 马马给他拔一拔 对不对 就那时候 因为你知道吗 他一拔完之后 他知道就不对 因为他大概说 他坐起来五分钟之后 发现有一只眼睛 完全看不见 他就想说不对 因为右眼一片黑 不对了 他赶快去医院 去医院那个时候 他在彰化 彰化就录掉医院 一看就说 你这个叫做眼中风 眼中风就是说 它里面可能一些血酸 或什么东西 跑到去塞住了 它主要供应 它眼球的那个血管 塞住了 所以当时整个中央 那个塞住之后 完全那一个看不见 所以我们怕就怕这一样 对 所以他们就赶快 就紧急治疗 包括怎么样通血栓 或者怎么让血管放松 之类的开始 后来隔了几 他说那个时候 他那个眼睛 甚至力是0.05 0.05 就是那种看不见 对啊 后来救了好久 才救回来一点 对 不过除了我 这例子跟刚刚才一样 就是刺激过度 所以这种东西 本来是用治疗 但是刺激过度的时候 是很危险的 所以像我们 如果被刺激过度 应该马上停止 对 像我这样 像你上次那样子 我觉得应该要平起 基本上现在科 我们在医学院学生 在教课 在针灸上来讲 他第一针扎进去了 比如说我扎进去了 事实上他会不会 晕针躺在那里 事实上眼神 还要跟他讲话 他话又不对 这针就不对 就要拿掉 所以晕针是很小的事情 而且甚至晕针 也有加强疗效效果 但是还是不可以不慎重 张老师我来问你 就是那在李医师讲的 这一套理论的情况 你赞不赞同 那你觉得像有的又放血 有的这样拔成这样 感觉上好像有的有功效 有的又不行 他都快昏倒了 那这样子我们民众 到底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事 简单来讲 像刚刚大家都说了 就是说他这个拔罐是要利用真空 对 那他这个真空产生的方式 刚刚李医师一开始讲 他就是用火 用水 或者用机械 那另外就是说 真正在这个拔罐的时候 他又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流灌法 就是把罐子一直留在 原来的位置都不动 流灌法 或者叫做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做罐法 那留多久 就是留在上面 拼5到15分钟 等到结束 他自然就有压力了 对对对 那第二种就是刚刚 我们李医师也提到的叫做 推灌法或滑灌法 但这个就是要抹上润滑油 因为不然你滑不太动 而且同时刚刚李医师也提到 他抽真空的那个比例要低一点 不然你吸得太紧流不动 那第三种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 叫刺血拔罐法 就是在要拔罐的位置 先把它用针刺几个小洞 然后再拔 这叫刺血拔罐 这是手法的不同 是 好 那但是从西医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因为它在这个真空抽吸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会造成这个微小管的 这个血管的破裂 对 这小血管会有破裂的现象 所以你才会看到说 有些红红的地方 对对对 那这种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西医师来看 就是说什么呢 叫做先破坏后建设 先破坏 为什么叫先破坏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在深山里面迷失了 迷失以后呢 我现在需要你们来救我 为什么呢 我现在没有氧气 没有养分 没有食物啊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会酸痛 我们现在急需什么呢 急需大量的血液流进来呢 把氧气养分带进来 让我能够维修 对 甚至有很多引起大罪啊 白雪雄啊什么的 都过来帮我清除一些废物啊什么的 那这时候呢 我在这边要你们来帮我 你们都不来帮我 因为我没看到你啊 对啊 所以那这时候我就想让你看到啊 所以呢我就放个狼烟啊 那放狼烟其实就有点像这个 就让你拔这个血 就把这个这边的微血管弄破坏 然后使得中枢会注意到说 哎呀不得了那边再有事了 那边就写了 所以那就大量的血液会往那边灌流 所以当大量的血液往那边灌流的时候呢 相对应的就带去了很多的资源 然后去处理 所以中医的这一套就有点类似 所谓的先破坏以后呢 呼一样你的注意然后去建设 同时刚刚李医师也提到就是说 当他在拉动的时候 他还可以拉动不同的位置 让那个血流或淋巴 他可以开始循环 所以这个观念是从这边来的 不过再很有趣的是 当一个很虚弱的人 他本身已经很虚弱的时候 那这时候他的血流 是可能就是不足的情况之下 你又在很多地方点起狼烟 所以这时候呢 血液都被呼叫到受伤的位置去 中枢反而空虚 也就是说中枢的血液就不足了 那中枢血液不足了 就开始头晕的现象 恶心呕吐就出现 你记不记得当缺氧缺血的时候 头晕呕吐就出现 所以这时候就称之为晕针 所以那在早期中医 因为早期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晕针必有效 为什么叫晕针必有效呢 因为表示血液已经被他呼叫 去救别的地方了 那既然血液被你叫过去 肯定有效 对不对 肯定有效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时候是中央的资源够不够 中央如果资源很多 把这血液挪出去救 那这边还有一定的血液的时候 头不晕这就OK 那如果说这个人很虚弱 血液被一叫去的时候 这一不够就头晕了 那居然都已经感觉 全身不舒服了应该是 那就是那时候呼叫太多了 呼叫了十二个地方 十二罐 对 如果你呼叫六个地方 说不定还不会 放了十二个狼 对 放了十二个狼 全折归 对啊 对啊 稍互成折 所以我这边就要强调是说 通常来讲是不是要 要体质比较壮硕的 而且是旧病造 我们才处理这个事情 如果是刚刚才受伤的 就急性期的不要处理 所以罚冠有三个规定 急性期不拔 刚刚产生的疼痛不拔 过敏期不拔 这很重要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行经认成期不拔 因为你在怀孕的时候 或者精血正在流失 没有在呼叫 因为精血流失的时候 身体已经没什么血了 已经心虚了 你在呼叫的话 所以这三个要注意 那因为上一次 我们在新闻上有看到 有一个中年男性 拔罐结果类似死亡 当然是不是因为拔罐 造成了死亡 是还要再证明 但是是拔罐时候造成了死亡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些人 心肌梗塞的症状 它是从胸闷到肩颈酸痛 它会痛到上肩胛骨 这上次我们在健康中 就会讲过 那它这个 我们已经讲过 急性期不能拔 就是它这个肩颈酸痛 他想说 我家刚好有拔罐 就我来拔一下 结果狼烟一呼的话呢 它的血液不是要往这边送吗 心脏本来就缺血 中枢就是缺血 所以这一拔 这血液更糟 所以拔罐还不及 其其颜面受损的危险 像你那个也会险 这观念很好 至少让我们知道 懂一懂说 因为来是来救你 救你这边 所以人家的 风火连三月 加书抵腕机 那时候你血液很重要 你风火连了十二个 十二个月那还得了 我已经都晕了 不过我们今天 李医师在 我们教大家 正确的拔罐好不好 那我们自愿 示范一下 俊耀 不会晕真了 不会晕罐 拔小罐还是大罐 给他大罐这么大 我没想到大罐了 老哥拔十二罐 是病的时候比较壮 对不对 他搞不好就看你体型 是不是 比方说我这个肩颈 肩颈这边比较酸 也是肩颈酸 好 这里 那所以这里酸 应该拔哪里 拔这里 真的喔 拔手啊 而且还是对策的手 我现在 刚刚我们潘教授讲这么多 我跟各位龙叔 一个简单观念 中医 针灸也好 事实上拔罐 明除掉也算中医来讲 它事实上有补跟蟹 所以补跟蟹就补的话 你只要用一点点 它有补的效果 用多就是蟹 所以它不管怎么讲 就是说你现在 我们讲一个简单 就是你这个位置 一弯的地方呢 它这个缝叫蛆磁穴 蛆磁穴跟竹山里 它这两个穴是 一般居家大家可以来按摩 拔罐或乐敷 因为这里有个功劳机 那蛆磁穴呢 我现在就是 它这个肩膀不舒服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握紧以后 那我用这一个 把它在这里 在这里 那一般来讲 就看我们它指射的时间 然后来决定它留多久 我要放松吗 还是要保持 不然它会卸掉 因为它有缝隙 我现在的解释就是说 它是蛆磁穴 是大肠筋脉的一个河穴 但是它可以 对我们的牙齿 对我们的肩膀 对我们左边的降结肠 以及低部的 副胶的神经虫 有相当的帮助 它基本上 它是一种 维护养生的一种穴穴 那左边是相伐 好 现在俊杨已经拔了 这个第一个罐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已经逐渐 产生成效了 而且要跟着 这是要维持 然后回来之后 继续来看整个过程 欢迎回到 五期健康同学会 他讲了很多拔罐 你应该没有拔护罐 我没有拔护 我看俊杨 好像拔得不亦乐乎的样子 大家健康 你看 已经变成水蜜桃了 更红了 是不是 水蜜桃 真的好像很红 然后现在卸掉 好 这放出来 怎么样 感觉如何 真的好了 俊杨同学 好神奇 怎么可能 我很多都红了 怎么可能 可是刚才拔罩 觉得很恐怖 放开来觉得还好 就也还好 因为这边的肌肉 它本身比较结实 像背部的肌肉 因为有些活动比较少 它的皮下脂肪层 会比较敏感 所以淤脂的 现象会比较多 那这样子 我这边的酸痛 这边要这样 要拔多久 通常来讲 通常这样 三分钟到五分钟 因为这主要 我再强调 是大肠经脉 触及你大肠 以及低部的 互相形成的循环 所以改善它颈部 神经虫 而治疗 改善你这个地方的酸痛 那李医师这样 他的药膳 被拔一个就够了吗 这当然要有疗程 不可以吃 哪有这么神奇 那另外一只手 也要拔吗 因为背部很痛一边 有可能是两边痛 那另外也要再 好 那我们来做做肩颈 所以他实际也要 用拔罐来做肩颈 我们用两边 来拔了以后 看它颜色的反应 李医师有一种说法说 肝脏不好的人 也容易有这种肩颈 痠痛的感觉是真的吗 肝脏不好一定会 一球已经在上面了 轻轻几下 那个就凸起来了 这是忍者规 医师这就是流冠吗 是不是 这叫流冠 流冠 这叫做冠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 他两边的颜色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 那因为每个人的呼吸习惯 他右边有三个肺液 左边有两个肺液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诊查上的话 右边是会比较 像听诊会比较清楚 但是这两个话 因为他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话 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听过 陈肺这个职业病 那陈肺一般来讲 像silicon的 就是他一般来讲是上肺液 像十米瓦是下肺液 它整天不一样 那同样的就是说 左肺液右肺就是 他的个性习惯 他的颜色也会不一样 那如果两边颜色都很像 就表示他健康度一样 他的肺液使用是一样 那大部分来讲 会有一边比较愚齿 一边比较不愚齿 那我请教一下 我现在在你在 正在流冠的过程里面 我的呼吸 有没有特别要什么 都不用 因为他表面上 是在刺激你的皮下脂肪 跟这部分的经脉穴道 但事实上 他多多少少会影响 刚刚我们潘老师 潘教授讲的就说 他也是一样在破坏 也在呼吸你建设 但事实上这样的两个的话 一般来讲 他还是有点补养的效果 明师正常来讲 是不是 俊耀是应该在躺着比较好 躺着一定要躺着 今天我们这是错误示范 我们今天是场地示范 而且这个一定要 酒精消毒才能用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 就方便我们就这样做 那在临床上一定要躺着 躺着因为假设 你没有严重心脏病 你只要是很累 就是你今天饿过头了 或熬夜了 你在这样拔罐的时候 对心脏也是一种危险 我们也有看到拔罐以后 它的颜色是黑的 那那个表示那个人 特别不健康吗 还是什么问题 一般颜色的 脸色的黑 在中国医学经脉片里 他讲的一般来讲是 我们的胃或者肾 这两个经脉不好 那胃就是说 你可能饿过度了 或者太饱了 吃太多也会 那俊耀像这样 他的颜色都是红红的 那应该也还OK 还OK 那像他的颜色 就都还红的 对 会不会是因为 是坐立的关系 所以颜色上面 不会 因为这时间 也是有个时间的 不过看了李医师这样 我是觉得 民众自己不要在家 自己乱拔 对 一定要 到时候弄了12个 到时候发生什么危险 我觉得要找合格的中医 是像李医师这样来拔 然后他帮你们看一下 我就会比较好 不过也有人说 罚冠可以减肥 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你说哪一边比较严重 左边 他的左边比较紫 左边 如果我们以解剖 生理学来看的时候 因为左边的主动脉 会 就是说我们在心脏 左心弯 左心是右心弯 以他来讲 他左边的 这个比较 预止的话 就是他的肝的回流 心脏会比较弱一点点 那回头事实上 我们左心弯 左心是肺静脉进去 来打出到底血管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以他来看 以他的个性 以及他其他脸部的 这个地方就表示 他的心肝比较累了 所以他是性情中人 劳累过度 心肝太累了 赚钱太多了 所以心神不灵 魂不守舍 虽然看起来这么帅 这么强 魂不守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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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魂不守舍 他的晚上 11点到3点 这个时常没有睡得很长了 会真的都不太习惯 这样子 帅哥都这样 对 我还是习惯到 深色长所 不过李医师 刚刚安德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 会用这方法来减肥 到底有没有效 或是丰胸 包括陈文茜 他减肥 他是说 他是透过食物的方法 同时他有配合拔罐 他拔罐是调理他的排便 因为他的 好像消化道不太好 所以是配合了这个 然后来减肥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个拔罐能够让我们的肠胃道比较好 他这个中国医学跟现在西医的解剖的企业是很完整 我刚才讲 驱慈穴是在这部位 竹山里在这个 凉丘 凉丘是早期 我们中国医学在针灸上就是治疗急性胃炎 竹山里是治疗慢性胃炎 那这些东西我们在针灸或按摩的时候 你可以发觉到就是说 事实上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树青妹妹呢他有去埋针 他就是从脚开始 为什么要从脚开始不从肚子开始 对从算 他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他只在我的脚埋 一般来讲这是比较正统 比较有规矩的医生 SOP处理的 那有的医生就说要减肥 病人说我最肥你就减这里 他们有些孩子在这里肚子根本像八卦一样 排一排就去 可是他后来我就去就觉得很妙 他真的就只在我的脚 这个膝盖附近这边有渣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曲齿 基本上我们这样讲 曲齿就是歌曲的曲 池塘的曲 它是大肠筋脉 就是说你的排泄 不管汗尿大便不通常都可以刺激它 也就是你活动量越大的 它就越干净 排泄越干净 那你如果饮食习惯不是很好 不管过量或过饿 基本上就是竹山里跟凉丘 那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是谷外侧肌 这是非山头 非山头 非谷的山头肌 跟非谷长肌 这个地方在刺激上也是很重要 因为膝盖我们活动量蛮大 肘活动量很大 所以它的血曲骨受命名有它道理 为什么竹山里 所以你的山里如果光泽柔润 它保持活百灭 常常咕咕涉是红枕 黑黑的 那表示你饮食习惯很差 然后运动也很差 营养一定不良 那微量控制一定更烂 那我请教一个问题 像我们这样的靶不是有瘀血吗 对 它这瘀血的那个 的那个散掉 对 多久 会多久时间 可以从这个散掉的时间来观察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所以有时候有些医生被埋怨就说 为什么散不掉 甚至一两个月也有 真的 有 因为它的身体本身就不行 不适合 不是拔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你可以看到 那俊哥它这个地方 它的静脉有点出现 对 那这静脉我们来看的时候 左手是看心 右手是看肺 事实上心是靠得比较近 只要在内经论及诊子篇讲说 这一段的颜色都可以去诊断 就是不把脉可以看那一段 我们可以看出说 它这个地方颜色色泽 它红不是很红 但退一定很快 所以它表示很健康 但有的人没办法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说 只要这静脉曲张越厉害 它这个就会炎炎越严重 因为它的静脉回流不良 所以它动脉 你这个是很健康很好的 所以看这个赞约的时间 大概也可以判断 一个人的健康种 对 对 坚持到好多知识 所以关于拔罐 希望大家谨慎小心 不要像齐勤这样 对啊 那另外最近因为是九月了 所以很多小朋友到学要去 对 开学了 那往往每次家长最担心 包括我在内 都很怕肠病毒要流行 是小儿的杀手 对 每到九月或是开学的时候 因为一年要开两次学 那家长不好担心 那究竟今年肠病毒流行的情况怎么样 家长要如何预防呢 关回来就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按照开学的确实家长会很担心 对 大家都好担心 而且有时候小朋友 我们叫他千洗手万洗手 他到底有没有在学校有洗手 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检查 对不对 那些病菌有什么看不到 东去西吃就吃进去了 那潘老师 这个肠病毒有什么征兆吗 因为肠病毒我们看知道是 分成好多好多种类型 形态 对 肠病毒因为是一群病毒 但是真正会引起重症的是 第71型 那这一次这个中华民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研究出的疫苗 就是针对71型的 所以因为我们真正怕的 也是怕这71型 因为它比较容易造成小孩子死亡 可能会有疫苗 对对对 因为台湾这次算是值得我们国人 骄傲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自从中华民国政府 投入大量的经费在制作疫苗 这几年其实有非常长足性的进步 包括上一次在新型的H1N1里面 我们自己的厂商国光疫苗 就已经全面施打到 国人的身体里面去了 那么这一次也是算是亚洲 第一个国家能够就是做出这个 肠病毒71型的这个疫苗 虽然是说大陆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临床第一期的实验 要到十月才会结束 那虽然说大陆的这个第一期的疫苗已经结束了 好像看起来它比我们早一点点 但为什么我说台湾是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个病毒株是经过英国 做过全世界的这个认证 所以我们的病毒株是全世界认证 所以以后只要出来之后呢 行销到各国是非常容易的 那中国的这个病毒株是没有经过国际认证 所以它到时要行销到各国去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困难 所以因此我说台湾是 等于算是第一个 而且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那由于疫苗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呢 对于国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们现在国家卫生研究院 也有在研究其他的疫苗 比如说包括我们所知道的登革热疫苗 那这个南部现在登革热 也在夏天闹得很严重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脑摸炎 双球菌的疫苗 所以其实台湾是做得非常好 那如果以肠病毒七十一型来讲 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叫做手足口症 如果小朋友有类似像感冒的症状 那你注意这个小朋友 在他的这个舌头的部分 有这种白色的溃烂 白白的 这是溃烂 就是嘴巴产生口腔内的溃烂 那另外在屁股 你就把这小孩屁股看到 有这种水泡 水泡 小水泡 这个是看不清楚啦 事实上不是疹子 是有一个小水泡在上面 对对对 然后另外在脚的部分也有这个水泡 当然手势也是一样啦 手的前端 都是脚的前端跟手的前端 所以如果小朋友本身 有类似感冒的症状 再加上家长去注意 他的这个屁股跟手脚 都有这种小水泡的话 那大概确定就是肠病毒了 那这时候要很小心的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肠病毒在感染 就是感染后的一周 一直到可能到了十周 都有可能再传给别人 再传给别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家里面呢 要注意 因为家里面有时候 小朋友不止一个 那这时候就怕 第一个传给第二个 第二个传给第三个 尤其是肠病毒 其实是疫情 对于越小的小孩子 杀伤力越高 就比如说你是一岁以下的 那就重症的机会就更高 那六岁到一岁 可能就低一点 那六岁以上 可能就又好一点 所以因此在这时候 就要很小心 那我们现在要特别 强调的一点是说呢 大家经常会以为说 我使用酒精 就干洗手的酒精 或者是以迷律房 或分类来杀菌 但是现在的重点是 肠病毒71型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抵抗的 就是你如果用干洗手来用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是比较特别的 我要特别讲的 因为大家都想说 干洗手就有用了 那对于这个肠病毒 最重要的是用什么 用这个什么 漂白水最有效 用漂白水 因为你说 你说你的被单 或什么要拿出去 晒阳光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在家里面 清洁又用漂白水 那么这漂白水的使用方法 它有不同的浓度 就是说如果是说 一般的清洁 是用500ppm就可以 但是如果说 是家里面确定有一个 肠病毒的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 那个吐到了这个桌面 或者是说 口水吐到了地上 或者他的衣服 这时候的浓度要高 要到1000个ppm 而且这个桌面的 这个呕吐 要先清洁掉 完了再用1000ppm的漂白水 下去清洗 而且擦好了以后 不要立刻抹掉 因为它有那个绿的味道 要静置十分钟后 才可以再用清水把它抹掉 这样 对 那我们一般这个漂白水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漂白水 倒到这个杯子里面 要去稀释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般这个宝特瓶 是1200到1500 cc 那换句话说 我刚倒的这个 要八瓶的这个来稀释 大家这样比就差不多 100cc的漂白水 所以刚刚那个是100cc 100cc的漂白水 八个宝特瓶来稀释 那这种就是500ppm 那这个是用日常的 一般的清水 如果吐吐的话 要浓度要加一倍 再多一点 要加一倍 所以这个方法家长可以注意 那小朋友有没有养 哪些症状 我们再来提醒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虽然说这个肠病毒 会引发多种疾病 但其中有很多是没有症状的 但只要出现 类似一般感冒的轻微症状 那但是如果发现 以下症状的时候 就要提早就医 包括你可能嗜碎 意识不清 活动力降低 而且他会讲手脚没有力 那么持续呕吐发烧 口腔里面长水泡 刚刚其实潘老师有带我们看这手版 另外有肌月型抽搐动作 类似受到惊吓 突然全身肌肉收缩了 颈部僵硬昏迷 自己麻痹 甚至我们看到呼吸急促 而且心跳加快 心率不整等等 这个就好像之前潘老师提到 就是你这个感冒 然后清理到脑部的脑 所以基本上如果有感冒症状 其实要赶快带去看医生 对啊 这个是重症 有时候医生可以拍 这个是在告诉你是说 如果重症的时候 那这个重症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个重症 一个就是攻到脑部 产生脑末炎 产生脑末炎的时候 产生一些神经性的症状 包括四岁 意识不清 活动力降低 手脚无力 这都是神经性的症状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小朋友有感冒症状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带去看看医生 有感冒症状的时候 看医生之后 医生还是会给一般的药物 如果没有重症的话 一般他自己会好 有一个我们讲一个四神汤 狐林淮山嵌食一人 那这样猪肚猪肠 这平常小孩子保健上 不一定要猪肚猪肠 这种东西让他肠胃能够改善 对于这种预防肠病 如果感冒都有帮助 四神汤 今天一整节 今天一整节 这个李医师都一直长大肠筋 我都一直想到 还去一个大肠筋 那个很会食疗的 会调理 会先晕膳 对啊 把那个皇帝 是伺候的福贴贴的 当然我们今天的拔罐 那个大肠筋是肠子的肠 肠子的肠 肠子的肠 对 好 大家有肠试了 那就要你 你今天拔罐了以后 觉得如何 感觉如何 好得不得了 真的吗 为了还要去拔吧 不是 好得不得了 他就要说我今天很高兴 你也还有很高兴 好得不得了 是今天拔过嘛 我其实不敢拔 我还不敢拔 我这边就告诉我 这边我就不会拔了 你可能会拔了 没事吧 我再拔了